只要我们能够以长远心 精进心 无为心 修福修慧 必定能够成就 福慧庄严的菩提道果 所谓汉武登基 遇成仙 彭主八百 其寿援 秦皇位高 求不死 嫦娥对境 还自连 若能满得凡人梦 山柱黄金 海为田 每个人都有梦想 人仿佛不能无求 因为我们相信梦想 能使我们的未来更美好 然而无止境的追求 将带领我们 步向欲望的黑洞 在这求不得是苦 求得之后 还是苦的无底洞中 许多人或许 已经失去了自信 也忘记什么叫快乐 无所求的因 而才能感召更大的大福报 而能有更有这样的方便 来救济众生 救济贫穷等等 而救济贫穷之后 再说于法 让众生能够就近解脱 所以 救于福慧 这两足 其实是我们修学大圣行 都不可或缺的 福是为了立即众生而行 慧除了自己能够解脱以外 也帮助他人而解脱 所以福慧 就我个人的浅见 一个是方便 当然我们眼前可能看到 我的利益 但就大圣菩萨讲的 他是行于一种方便 所以菩萨所学 但为众生故 所以我们也可以慢慢 这样来训练自己 当为众生故 福慧双修 是改变命运的准则 能让我们离苦得乐 圆满如意 经中云 心念不空过 能灭诸有苦 当我们的心念 清净光明 即是身处佛国净土 在在处处 提起决心 以长远心 精进心 无为心 无上普利心 修福 修慧 必能成就 福慧庄严的 菩提道果 十方新闻记者 莱吉隆 台北采访报导